第十六章 清查516之谜 第四节 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是毛泽东直接关注和周恩来资诩剧中具体掌握的 外交部是全国抓516的先行单位和样板单位 文革之初在陈一部长的指示下 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为首的外交部党委 进行了横扫外交部的牛鬼蛇神运动 部委将大批的大小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其中包括副部长王炳南 陈家康 部委委员 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孟用浅和一批司局级干部 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斗争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 造反派超出了8个麻大的材料 是部党委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和群众整理的定性资料 1966年12月20日 外交部200多人发起成立了造反组织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外交部党组织力图予以解散 12月26日周恩来指示 外市口可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 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成员迅速增加到了1700多人 而当时外交部全部人员也就2200多人 1967年1月18日中午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 周恩来与陈毅都支持这次夺权行动 并且祝贺夺权胜利 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 周恩来却明确规定 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 外交部夺权应该是领导运动 监督业务 成立部私两级业务监督小组 周总理还态度鲜明地指示 今后没有部也就是造反派监督小组签名的文件 我不看 2月16日 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人堂 在反击二月立流中 外交部造反派一些人提出了 打倒陈毅的口号 由于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陈毅 而只是想让造反派对陈毅烧一烧 因此造反派搞了两个多月的 打倒陈毅活动 没有实质性进展 陈毅虽然因为二月逆流挨了批 还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 得知毛泽东底牌的周恩来 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 每次都是旗帜鲜明的保陈毅 结果想打倒陈毅的造反派 就对周恩来不满 一些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5月下旬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 王中奇等少数的人 也以516纵队等战斗队的名义 公开贴出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 毛泽东得知出现反周大字报以后 立刻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 5月份外交部的王海荣唐文生 上书毛泽东反映外交部和社会上 有一股攻击总理的风气 毛泽东批示说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10月18日 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 召开全体大会 宣布周总理的指示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核心组 有人同516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周恩来的指示一公布 长期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顷刻把解 所属的成员纷纷退出 1967年5月 外交部开始了抓516运动 当1968年中央正式部署 开展抓516运动以后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为运动中心 当陈伯达表示抓516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时 周批评说运动才开始 怎么能讲扩大化 就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的 他强调 抓516主要看罪行查证据 不要专门追查 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 是不是填了加入组织的表格 姚登山参加516 难道还要填表吗 姚登山就是被定为外交部头号516分子 在工人体育场外人大会上批斗 后来送入秦城监狱关了9年 姚登山1936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 任独立团团长兼政委 他是一位直来直去城府不深的干部 1966年3月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 1967年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了苏加诺政权 杀害了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 爱蒂和大批的共产党员 中国一直是印共的坚定支持者 大力向印尼输出革命 苏哈托政变也随之引发了反华浪潮 大批人围攻中国大使馆 断绝了大使馆的供水和粮食 中国驻印尼大使应召回国 留下姚登山任临时的待办 姚率领使馆的工作人员 与印尼围攻使馆的势力进行斗争 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1967年4月22日 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姚登山 他一下子成了英雄 4月30日 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 一下飞机 受到了周恩来 江青 陈伯达 康生 李不春 陈毅 李先念等 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5月1日晚上 周恩来又让姚登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参加焰火晚会 毛泽东接见了他 并且和他合影留念 第二天 毛泽东接见他的照片 登在人民日报上 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的姚登山 一举成名 回北京以后 姚登山卷入了外交部的斗争 站在造反派联络站一边 被联络站的核心负责人 聘为顾问 周恩来点名说 姚登山是516反革命分子 姚登山和王立一样 因外交部的文革问题 一下子从大红大紫的英雄 变为了情臣监狱里的囚徒 为了追查516分子 周恩来到外交部亲自动员 他找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 一些头头和骨干 劝说他们坦白交代 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 新闻司的科员 承寿三和黄安国 响应号召 承认他们是外交部 516的组织部长 还供出了上百人 周恩来动员 林肇南坦白交代 林交代了 后来又不承认 姬鹏飞又动员 又交代又不承认 被人们传出 七进七出 林肇南是一位老干部 文革后出任土耳其大使 和其他部门一样 清查516分子很长时间 是在武器干校里进行的 由于逼供系干校的大部分人 都变成了516分子 或者嫌疑分子 外交部的办公厅副主任 何方那个班里 连一个小组长也找不到了 只好请外单位 随着丈夫到干校的一位非党员 执行党小组的责任 1968年秋 突然将外交部属下的 世界知识出版社 漫画家朱根华关了起来 说他是516分子 他被关在一个暗房里 24小时不见阳光 大小便都在室内 1969年 他被两个人押往湖南 游县的外交部武器干校 还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下放到甘肃 一去十年 家庭从此离散 在干校里 除了劳动以外 经常是24小时连续审讯 多次挨打 1970年5月5日 干校开批判大会 当场戴上了 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批斗会上被扭断了手臂 成了终身残疾 1970年4月5日 苏欧斯的唐贤药被逼自杀 死后 说他是死不改悔的 516反革命分子 被埋在干校附近的山上 后来干校撤销了 唐的孤坟在很长时间 还留在那里 外交学院的青年教师 彭宁也在审查516中 被逼自杀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 有三个阶段 1967年底至1969年底 为摸底排队时期 1970年至1971年 为全面铺开时期 1972年至文革结束 为代帽扫尾时期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 分别为正式的 516反革命分子20人 化为敌我矛盾性质 带处理的31人 因为516问题 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 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 因为516问题而属于一般错误的1408人 共计1700多人 受惩处的人占外交部总人数一半以上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20多名干部 80年代都获得平反 并且分配了工作 文革结束以后 直到80年代 外交部的516冤案 才大致洗血 人员给予了平反 恢复待遇 分配工作或者离休 1981年 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也被取消 但还留下了 留党查看一年 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的处分 1980年8月 姚恢复行政11级 1985年6月离休 1998年在北京逝世 空中心 那么def 衣